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诗歌快歌伴奏技巧秘籍的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Disco节奏的 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强调左手的伴奏哦 好 Disco节奏最常使用到的是 所以你在画面上会看到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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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大鼓的符号哦 所以呢它的Bass就长这样子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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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一 好范例一呢它就是个非常典型 大家常常使用到的Disco的节奏 那范例二呢它是长这样子的 一二三四 好事实上呢范例二比较像流行乐里面的Tango的节奏哦 但是为什么我把它使用在诗歌快歌里面的Disco呢 因为在诗歌快歌里有一些歌曲呢 它使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但是事实上呢Disco是这样子 那这样非常的无聊 所以呢我就加进了这个五度音 这个第五度的Bass音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一个节奏形态 练得滚瓜烂熟呢 你一定要试着去弹奏一段和弦进行 在这个换和弦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间断 这样子就表示你这个节奏练得比较手拧哦 好当你弹一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你的手不够大怎么办 我们可以选择这样弹奏 只是说它第一个音听起来 比较没有那么大声的感觉而已哦 但是事实上只要你节奏弹对了 感觉还是会非常的到位哦 好我刚刚加的这个是第五度音 好现在呢我们拿一首诗歌来示范 那在哪一首歌曲里面呢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伴奏的条件 就是赞美之拳的蛮有能力的前奏的部分哦 它前奏的确是这样子弹的 那我来示范一次 那你会觉得听起来是跟音乐会比较接近的 因为我是如何判断使用这样的一个伴奏技巧 通常都是从音乐里面去发掘到的 那我是从哪里听呢 我会听贝斯跟听鼓声哦 好刚刚我示范的速度是属于比较正常的速度 我再把它放得更慢一点哦 好那我右手呢 有时候会加一点和音进来 让它听起来呢 比较不会那么单薄 那但是如果你对于加和音这件事情 比较困难的话 那你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主旋律hold住 是比较重要的哦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们第一小节呢 事实上主旋律是跟左手的节奏形态 非常吻合 几乎是同时出来的哦 就最后这一排是后半排 我们来到第二小节的时候呢 就变成都是后半排 所以你的左手要非常的稳定 不可以忽快忽慢哦 第三小节呢 又来到了一起出来 正拍出来 好 当你慢慢地练习 到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伴奏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速度慢慢加快咯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个单元见咯 拜拜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你赔的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待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来实力包子在这里 我们要张开口 我们要张开口 不停咱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